我們要除塵 除掉這個環塵 所以要把環塵怎麼處理 放到背後 背塵 對不對 然後要跟什麼合在一起 跟我們決心合在一起 所以背塵和絕 會不會 把環塵都放到背後 那都是小事 把決心起發那個大事 所以背塵和絕 所以只要我們這樣 雙手一合 各位前線 這個就叫背塵和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右手揍 左手揍 都是環塵式 對不對 我們環塵式 我們雙手一合起來 沒辦法做了 對不對 環塵式沒辦法做了 你這個形象一呈現 是不是把良心都套出來了 合不合絕 有沒有合絕 所以這個就是背塵和絕 它會不會做 所以我們在環塵 最困難的就是 把環塵的事都當成實在 所以這樣要把它放下 要這個離向 就很困難 那假如說我們知道環塵的事 都稀犯不死 因緣際會才有 緣善了就消失了 緣際則生啊 緣善則妹啦 事情也是一樣 緣際有事情來了 緣善了 事情過去了 是不是都變化無常 我們對變化無常的 這一些景象 這一些事情啊 我們都把它當成實在 我們是不是顛倒 有沒有顛倒 所以佛呢 講我們眾生顛倒 該注重的那個佛性啊 我們都忽略 不該注重的現象喔 我們看得很重 有沒有 都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我們現在要修道 要呢 脫離這個苦海啊 就是要轉過來 不顛倒 不顛倒啊 就是重視啊 我們佛性 那形象喔 就自然就好 隨著它自然就好 健健康康的 就可以借甲修真 健的這個身體啊 是假的 然後我們來修我們那個 不生不昧的佛性 那個是真的 它是永遠都在的